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加拿大十一國會議員聯署速查港警入境 碧桂園恒大接連爆雷 香港地產商求助北京減納 612基金捍衛人權遭打壓 海外團體斥荒謬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香港簡訊》 今天是香港時間8月12日 下方是新聞的詳細內容 包括4名加拿大香港監察贊助人 在內的11名加拿大國會議員 這個星期聯署致函移民部長和外交部長 敦促調查為何允許數百名香港警察入境加國 參加Winnipeg舉行的世界警察及消防運動會 聯署有跨黨派議員支持 包括有新聞主黨關惠晶 保守黨國會議員 兼影子移民部長 黑梅池及自由黨議員等 議員在聯署信中指 香港警務處處長蕭澤宜 親手參與破壞香港人權 摧毀法治 以及最近下令 帶走被通緝海外港人的家人文化 聯署要求加拿大外長趙美蘭及移民難民 及公民部長米勒調查 為何給予港警免簽證 質詢未來採取哪些措施 確保移民難民 及公民部不會發放簽證被侵犯人權者 香港監察政策及倡議總監 Sam Goodman表示 三百名香港警察 現在騷擾海外香港社運人士 加上加拿大香港人社區 面對越來越多恐嚇 加拿大政府竟然在此時 向他們授予簽證闊面 實在令人廢解 允許蕭澤宜以香港警務處處長的身份 來加拿大的決定 尤其說不過去 因為他親手參與了過去幾年 我們目睹在香港發生的眾多侵犯人權事件 加拿大政府理應調查發生這種事情的原因 並採取措施確保侵犯人權者 未來不會獲受簽證闊面 截至目前攝氏兩個部門 都未就議員要求調查作回應 香港警務處處長蕭澤宜 早前率領近三百名港警抵達Winnipec 參加世界警察及消防運動會 遇到在家港人抗議 有網絡片段顯示 代表隊在當地街頭巡遊期間 辱罵及疑似挑釁到場抗議的香港人 而在運動會舉行閉幕禮 港人組織聯同約三十名港人 來到現場抗議 向出席的港警高喊殺人兇手 租港警舉機拍攝及挑釁回應說 入黎亞 黨媒大公報日前指控Winnipec Hong Kong Concert是聯港組織 又列出這個組織發起人的姓名、年齡 和移居加拿大的年份 環球郵報訪問Winnipec Hong Kong Concert成員之一 Jimmy 他表示不知道到大公報 如何獲得組織成員的個人資料 坦然感到害怕 但認為抗議是他們必須做的事情 據最新提供給香港交易所的一份文件 總部位於廣東的碧桂園 預計2023年上半年 淨虧損可能高達550億人民幣 約76.3億美元 消息傳出後 碧桂園的股價 8月11日一度跌破1港元的關口 11日碧桂園股價延續8個交易日下跌勢頭 一度跌至0.9港元的低點 收市報0.98元 跌5.8% 總體來說 碧桂園股價今年以來 以累計下跌65% 8日碧桂園稱這間公司未能按期 支付在星期一到期的兩筆總額位 2,200萬美元債券票息 消息引發在港上市的碧桂園股價跳水 單日大跌14.4% 至今年以來的最低水平 並引發股市動盪在香港上市的其他開發商 包括龍湖集團和萬科企業股價也紛紛下跌 恆生指數更再次跌破上年收盤價 成為亞洲表現最差的指數之一 10日評級機構目的下調了碧桂園的評級 理由是流動性和再融資風險加劇 而據第一財經報導11日引述知情人士透露 碧桂園已經著手籌備債務重整 預計近期啟動相關程序 報導稱目前碧桂園名下並沒有債務公開違約 雖然有兩筆美元債券的利息 未能如期支付已經進入30天的寬限期 除了碧桂園公布財務警告之際 中國另一地產巨頭恆大 在10日晚間連發多份報告再爆大雷 恆大地產去年淨虧損人民幣超過527億元 已經資不抵債 大陸地產財務黑洞越來越大 衝擊香港已經疲弱的樓市 引發地產商動作頻頻 近日香港首府李嘉誠旗下長實集團 推出新建案《親海赤2》 率先以市場行程價7折出售 回到7年前的水準 為香港房市投下深水炸彈 隨後市場傳出儀活集團旗下 地產商香港置地 有意賣出位於港島中環黃金地段的交易廣場 第三座33層以160億港元總價標售 而據海外資訊博主英倫投資客 8日發布的消息 就在幾天前 又有一位神秘金主斥資7,100萬英鎊 約6.5億人民幣 買下位於英國倫敦金融城的商業大樓 Waterling House 成為近兩年圓圓不斷進入倫敦地產市場 大手筆購買物業最新的香港賣家 另外 《明報》11日報導稱 有發展商透露 由於現時房市不振 他們近期曾向北京陳情 希望港府可以減辣 但文章引述港府人士說 政府仍然認為住房價格過高 目前不打算對樓市撤辣 《星島日報》同日也報導 近期有房地產發展商直接向特首李家超見言 要求減辣 但政府不為所動 警方國安處日前在全港各區 拘捕10名和612基金有關的人士 引發海外港人團體及組織的批評 香港人權資訊中心10號發表聲明 612基金支援抗爭被捕人士是保障人權 被指煽動暴動的說法荒謬 譴責香港當局不僅未承擔和檢討 在反送中期間侵害人權的罪責 反而以法律作為武器 一再迫害那些為市民提供人道協助的公民團體 聲明強調任何人以及組織 協助公眾取得法律協助 並接受適當治療 都是捍衛公眾利益 保護人權的行為 不應該被視為犯罪 聲明指拘捕行動再次顯示國安法第四條 所謂的人權保障條款 完全欠缺實際效力 速請香港政府履行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職責 停止騷擾公民社會成員和組織 終止對612人道支援基金的調查 並撤銷所有相關被捕人士的罪名 香港監察研究及政策顧問 華牧青表示 去年612人道支援基金信託人和秘書被拘捕和罰款 已經展示對包括國安法在內的法律過於廣泛和政治化的解讀 拘捕行動顯示香港權利和自由的倒退再創新低 華牧青指 612人道支援基金職員因提供法律和人道援助便被指 涉嫌串謀勾結外國勢力和煽動暴動而被捕 實屬荒謬 香港政府正試圖改寫歷史 將所有與抗爭運動有關的活動定性為罪行 這個舉動嚴重損害法治和公民社會 612人道支援基金在2019年6月15日成立 在2021年10月31日解散 專門為反送中運動中受傷、被捕或有關人士 提供人道支援的基金 包括醫療、心理、精神、法律及其他有關援助 香港警方國安處10日早上拘捕10名 和612基金相關的人士 包括前職員葉寶林、卓佳佳 指控他們涉嫌串謀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 危害國家安全罪及煽動暴動 好了今天的報導就到此為止 多謝您的收看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